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戰隊 我們上一節說了一些火系、招式的角色 今節繼續說 我們也說了很多少年猛 繼續說一些很著名的少年猛角色 還要出名的 但是我真的對於One Piece是不太認識的 我看過很早的奇數 One Piece最有名的火系角色當然有艾斯 但是出名的是連我們沒什麼看的都會認識他 我決定艾斯嘛 艾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One Piece角色 因為他死令我放棄了One Piece的作品 你這樣就剪掉了舞台嗎 你這個老母子在我弄得這麼狠狠來 就是為了救回你這個混蛋 你現在救出來又被人堵了 我看著你這個肺 但是那一刻其實是 很震驚的 很震驚的 完成那件事但是被人堵了 我以為他會再多一點東西才會死的 哥哥要死就是很大腦的事 哥前哥後三分險 所以增加30%的死亡機會 但是我沒有想過他是那個死的 就算是遲些再死 我覺得他起碼會和路飛有些交流 這樣就釘了一個我覺得有點浪費 但粉絲來說是喜歡那一幕還是不喜歡的 應該也喜歡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感動 都是明場面 對 而且始終艾斯是為了救回他們 就是叫做殿後 然後死 那再加上是 黃源 是陰狗去魯門炒熙 所以毒死他 所以這些令到大家對他的怨恨又再深一點 我記得粉絲提過其實赤犬都是熔火 但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 因為三個上將我已經不太有印象在做什麼 我們沒有看《One Piece》 我們看得很少 所以說不到這個 不過我們沒什麼看的都會認識 我們很厲害 另外一個你們比較熟 火滾忍者的內輪家 你的表情很微妙 喜歡病 喜歡病 人家都喜歡病 你就當美好世界是紅魔族 全部都是喜歡病 這些紅魔族都要玩 不是火 不是火 只是玩爆炸而已 但是你說火是他 所以魏魏也是真的火的 算不算是 玩爆炸 喂 為美好世界現場爆炎 那套書叫 那也是 爆炎也不是火 因為他只會一招就是爆炸而已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他 他只會一招而已 但是他本外傳是為美好世界現場爆炎 名字而已 算不算 當然算 因為他是爆炸魔法 不是這樣叫做用炎的角色 最重點是他只有一招 你以為只有一招也可以叫 不是 只有一招而已 那他那個魏魏那個 有看外傳 或有看劇場爆炸 之前加上是喜歡病 正如內輪卡 那樣吧 火君姐的 但是你說他們用的忍術 例如作作 是否最後那些 是否算火系 我都很有疑惑 焚總就跟我提過 他說其實天照是火盾最高的術式 我是完全沒有這個印象的 對於火盾 我只是記得豪火球資訊而已 沒有啦 你說先人貓 或者是天照 當然他表現 是有類似火炎的一些表達方式 我看動畫 但是是否真的火系的招式 我又不知道怎麼算 但如果你說真的 那個角色我沒有話好說 我真的喜歡 因為畢竟我覺得 Laruto裡面的 那些不是忍術 是妖術來的 所以我又不是很分到是 隨便 總之你說是是 有些東西突然間爆炸 就爆炸 裂石就裂石 你說是是 那些東西來的 我看到 沒有什麼 但是作作真的是 很煩教的角色 但是他得到他嬰兒的懲罰 他有懲罰嗎 作作 他取了春野嬰 是呀 是呀 有這樣的女兒 他女兒比較好 但是 因為剛才這樣 情況都不是 最後不是結婚 生了女兒 當然是春野嬰 那她很享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什麼都很享受 不是懲罰的 這個差不多 然後不如說一些 可以說是經典的漫畫 那個叫經典的 曾經說是經典的 很多人喜歡的 經典 烈火之嫌 但是一說到經典的字 你又有點面有難識 我真的經典的 我有一套在家裡的 你什麼書都有的 不是 這樣也不是 你插什麼書有的 那也不是 你有一套書在家裡 就不代表經典來的 代表你多了 那一套書就沒有了 那你反省一下 是啊 你反省一下 如果有機會 一天出齊了 你就無緣無故 買回來 不要給我猜中 你有整套烈火之嫌 是不是因為她的相似度很像 又不是 其實我都 我都真的覺得 她有某部分是好看的 她有她自己優勝的地方 還有這一套 都已經是她的巔峰 是 絕對 她之後那些真的不太好看 那 那烈火之嫌 就是 如果未好爆炎不算的話 烈火之嫌 就一定是 有烈火有炎 但是因為花靈烈火 她的忍術 就真的全部都是火 那她的祖先 八招 總之八色都是火 然後她就不斷跟祖先去交流 要得到祖先的認同 才能夠用到她那些火的招式 但是其實 花靈烈火是一個 完全不吸引的角色 我有看過的 但是我已經不記得了那些劇情了 因為那些劇情也很黃 那些角色也很黃 甚至我連她主角的性格也很模糊 因為實在是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她不是就是一個 那些又是熱血笨蛋 然後她跟 我已經不記得女主角叫什麼名字了 她跟女主角就是 情定終身 然後為了要救她 不斷去戰鬥 那她弟弟大面具 可不可以叫阿蓮呢 好像是 然後經常出來跟她搞局 那些東西 她家裡的背景是有趣的 但是 我始終不覺得這個角色特別討好 但是譬如她裡面 烈火之業裡面 她有個 因為她是金屋水火圖 那金那個小金井其實是挺有趣的 還有小金井最後她是跟對方的Joker 因為對方是拿好像是啤牌的 去做一個排名 那Joker其實是一個挺有趣的角色 那最後小金井 因為他們打完那一場 他們進去 類似你當魔界那樣打 那本身是要回到人間界的 打完 那小金井是故意留在陪Joker 他就是說我不回去了 我要留在陪Joker 那這個關係是挺有趣的 而另外 我不太記得28還是29其他行本 那就是講土方 好像是很慌 他就是烈火之業裡面的桑源 那本身是一個很活躍 很醜的灰孩角色來的 然後他們裡面 隊裡面有個女生叫風子 那個就是講風子戰鬥 然後就是土方在後面去支持他 我已經不記得是不是叫土方了 不好意思 在後面支持他 那個是看得很感動 特別你看到一個這麼醜的男人這樣說 就是你看到這個是真男人 還有以我記憶架 烈火之業畫火 我記得算是OK的 我記得 他最後的單紅本 他的封面 當然他裡面也有畫出來 是黑白的 那一個有一隻鳳凰 然後烈火在中間 其實很漂亮的那張畫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代表 但是不算是非常出色 而且好像你這樣說 他這一套已經是天峰 沒辦法了 沒有東西抄 沒有東西抄 我又抄不到Level E 大哥 抄不到Level E 那我可以怎樣 那我就沒有了 你說得真是沒有辦法了 那烈火之業之外 還有另一個角色也是 少爺移血打鬥 那也是出名用火的 就是妖精的尾巴的主角 阿納茲 火龍納茲 那他的名字 火龍納茲 他畫一些 蜂比城那些 都是有一團火的 那時候 阿納茲 但是很可惜 因為整套妖精的尾巴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跑錯棚的 他們應該全部都是屬於 士雲系列的 打怒氣巴的 一爆怒氣巴 就一擊必殺 沒爆怒氣巴之前 就按一下按一下 其實那些東西 我記得你經常說 《真賭豪》 這套是做得粗疏過Wave 粗疏很多 但是反而這套 紅的Wave很多 可能真的招式和設定 那方面就吸到Fans 即是去工會就是這件事 其實有時候工會大戰 挺有趣的 我看那些動畫集數 還有我想是整個市場 人切封應該容易推銷一些 而且港談社比較懂得怎樣推銷它 然後整個動漫圈的身體環境不同了 以前是一套漫畫成功有動畫化 然後聖石小姐的動畫有爛尾 那現在就可能 其實因為現在劇本方 動畫化的門檻低了太多 所以它相對上容易動畫化 然後也都有其他的周邊 開始會容易些去推廣它 整體來說它的商業價值會比較高 所以會長久一點 但是納芝這個角色 可愛的 但是 有趣的 沒有特別 他也是 黃道主角 真的 太黃道了 他黃道都沒有特別 其實基本上我的主角那幾個 都是很黃道向的 那些性格調設定 他是簡單很多 我覺得在妖美表情的設定上 但是他有設定工會這件事 是有趣的 所以設定上令到他可以很受歡迎 但是我相信 如果是喜歡看《真刀號》那些書的人 都是會 就是《Wave》會深刻一點 各方面 我想妖美是 那些角色仍然有《真刀號》那種 滑溪和可惡在那裡 然後要熱血的時候都很熱血 又不是招型的 真的 出招型的 但是看到 就是人到中年 再看回的時候 就看著 很熱血 很熱血 好像《Wave》那些 好像《Wave》那些 有些東西 對 感恩 對 這兩個簡單一點說 接著說一些 新一些的作品 就來到我英的角色 對 我是英文學院的《轟焦洞》 才聲明一下 我英很久沒有看下去了 我從《One for All》之後 都沒有看 聽說之後的劇情有不少 都有些好的 但是始終我覺得 《軟米》的處理實在 處理得不好 但是說回《轟焦洞》 《轟焦洞》 《轟焦洞》是 一開始我英的 那些角色裡面 其中一個寫得比較特別的 即是 《轟焦洞》就是一個 《轟焦洞》的贖賣者 接班人 是的 其他同學 當然有他的特色 但是《轟焦洞》一出場 他不是用火的 他的個性是半冰半火 他在出場 甚至去到體育制之前 他只是用冰 因為他只是用冰 已經可以比大部分的同學 他平時經常在神神秘秘的 我覺得 我看過一些雜數就是 而且他在前面的態度 都是很冷酷的 人們以為他的個性很冷酷 但原來他之後 說回為什麼他不用火 就是因為他爸爸 他爸爸是Number 2的超級英雄 他經常說他要超越All Might 但是他就發覺 自己的個性是無法超越他的 因為他自己的個性的缺點 就是CD太短了 持久能力不夠 所以他要找一個 懂得冷凍系能力的人 令到自己可以冷凍到火能力 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厲害的個性 他又找了轟焦和他媽媽做打總 連續打了好像三個 第四個才是阿君招動 他對於前三個 即是阿君的 哥哥 哥哥或者姐姐 他做到姐姐的 全部都是不理的 因為他覺得個性是失敗品 失敗品 對阿君 對於阿君 他是作出一個屎巴達式的教育 找個孔爹 差不多了 他小時候是完全討厭他爸爸 爭到一個地步 武道行開幕 臭小子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整件事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 而地獄式的教育 加上他媽媽給他爸爸的惡劣態度 影響到是有精神病的 而他最大的疑時的trauma就是 他媽媽是精神病到一個地步 是用煲燒熱的水淋在他臉上 就令到他臉上一塊疙瘩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他很討厭他爸爸 而他爸爸 是承繼了一個火系的能力給他 所以他一開始是完全不用火系的能力 因為他爸爸也討厭了火系的能力 是的 他亦都很討厭他爸爸那種性格 但正正因為這樣 在其他同學眼中 他反而是很像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就是那種這麼冷酷的性格 而他一開始就是 他又不用火 他又不用跟人溝通 但去到體育就是 就是他成長的地方 就是六九跟他說 你所有的能力就是你的能力 你不要因為你的過去 而束縛到你自己的能力 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為何要做英雄 亦都令阿公想起 他最初做英雄其實跟六九一樣 他都是見到阿米的 他都是因為阿米在大眾的眼光裏 作為一個英雄代表的角色 而最後就是我看動畫 動畫表得很好就是 最後真的因為六九的說話 而他放出100%的能力 就是冰火一起用 他那一場是做得非常好的 也都是無論在能力方面 或者在性格方面去進化 他那一場是打得很好 因為六九 他六九那時候是控制不到他的能力 他是用一次彈斷一隻手指 然後他就跟阿公說 我是用這樣的能力 為何你不去用100%你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這裡是很好的 還有之後雖然阿公打贏了 但是他最後不是拿冠軍 他好像是因為收了能力 因為他想回自己的事情 他完結了一場體育制之後 馬上找回他的媽 他說回那麼多年的事情 終於他家庭除了爸爸之外 就修補整個家人的關係 這樣才更加成長 甚至之後的篇章 因為他故意進去他爸爸那間英雄公司 做實習 就是想突破他自己的框框 我覺得這件事寫得很好 還有因為奮進人 在阿咪收皮之後 奮進人是承繼著這個英雄擔當 是 滿面擔當的位 他也開始明白到他爸爸的壓力 也明白為何他爸爸會這樣 就是當你面對著阿咪這個高牆在前面 而你想超越他的時候 他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他爸爸 為何會去到這樣的心情 當然他爸爸也轉變了 年輕時犯下的錯 所以他們父子之間的事情 是會有些修補的 同時奮進人都還未濃郁的 所以這些 但是我覺得君有些慘的 其實我覺得他表現多 是 表現機會不足 在體制之後 他的能力是減低了 因為到了英雄殺手那段 原本很厲害 但是被英雄殺手按住來組裝 我覺得他之後的表現也是比較少 反而他爸爸是故意寫了一篇給他的 這是之後的事情 還有現在盛傳說 這個敵人派那邊有一個應該是 當日他爸爸做的失敗品其中一個 就是阿咪的其中一個兄弟 是 不知道劇情發展 我也沒有看 但是如果你說一開始覺得阿咪 他用火的能力那一刻是寫得他很好 這一個是描述得很好的角色 但是我英在處理無論六九 阿公或者其他方面我覺得是比較差 還有我也想補充一下 其實他是叫笨狗的 六九是性愛的姿勢 他叫六谷七九 六谷七九 我叫慣了六九 很多人叫六九 因為他慢慢叫我做笨狗 我叫他叫六九 通常叫六九都是壞掉的大人 好 例如你 藍光叫 我不知道 怎麼會整件事 我的腦袋真的罰了九叔 不是網台醫院九叔 而是真的欺負那個九叔 整台我叫的是不是不行 是是是 六九我叫的是不是不行 藍光沒有 我真的 我真的頭尾叫慣了 但是你說他們的處理真是我自己 我不是沒有在那一刻死是很難處理的 我覺得 我其實沒有很抓到棍月監平到底想怎樣處理這一幫年輕人 我沒有很抓到 但是 我自己覺得其實我應該是好看的 是 但是我的動畫還是卡在好頭 就是我看完第一季之後再看了一些 然後停了就繼續看下去 我應該很奇怪 我覺得他是那套東西很紮實 但是 推不了上去 我覺得習英是放棄了他 我好像 夠了 我扔了三億去推他 給我扔二千萬去推他 混蛋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你怎麼推他 他又不是低的 但是你怎麼推他 他就是 去回自己的位子 我不推他又不會掉下去 我推他又想不到他 我一進不推都不差 其實他的玩具 一直推出有人買的 人氣很足 但是你又 沒有再推高一點 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 其實習英也有鬼滅 所以習英也把重心編了下去 我不讓你教你 你自身自滅 那裡真的多謝UFO 我下集 有機會再講這個話題 接著講講其他角色 講完一些 就是叫做少年熱血蠻 那些 接著講一下其他一些 講一些少女尋傳 講少女仙還是什麼 少女仙 講完少女仙 講完少女仙 哈哈哈哈 下回少女慢 我們慢慢去到最後才講 一些適合女者聽的東西 是啊 那這裡 我剛才聽錯了 我聽錯了 我聽錯了 適合女仔聽 不是 是女者 我搞錯了 Sorry 那接著講 少女慢 來自美少女戰士 你說美少女戰士 用火 大家想一個 當然是火野黎 火野黎 在我們這個人來說 我聽過很多人說 是呀 二時女神都是火野黎 很多人這樣說 我從來都不是 我從來都是美奈子 我都需要美奈子 我從來都是美奈子 我很多派 但是火野黎派特別多 在馬龍門 都多 都多的 黑長直 黑長直 那一次還講一下火野黎 就是 她是美少女戰士 Cellin Moon裡面 五個最主要的角色裡面的火系屬性 她也是一個比較剛強的女仔 而她也是一個神社的那些 巫女 對 這樣的角色 所以會比較多不同的服裝可以玩到 她一有巫女服那件事 是無數馬路心心眼的 但是我 就是我是不行的 巫女服 對 我這麼說 我們某個主持 對 某個主持 很喜歡 好像因為喜歡火野黎 喜歡巫女服 哦 是嗎 原來Kell哥是這樣的 哈哈 我還想問你猜誰 哈哈 原來Kell哥是這樣的 我還想問你誰 你怎麼猜不到 你怎麼猜不到 哈哈 哦 是啊 那時候 很多年前跟她去日本 去神社一件 沒有女兒 沒有女兒 那一件 是不是真的Kell哥沒有女兒 對 我猜不到 天頭沒有狂人 我猜不到她 我不是 我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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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我 我猜不到她 我猜不到她 就是猜到她的大叫 是啊 我們趕火野黎 喂 這段不要剪就不出街了 當然 這段不要剪 這麼巧合 天頭沒有說人 是啊 我們趕火野黎 我重複一下 我先說了 我這段不剪 過來打一聲招呼 過來打一聲招呼 我剛才說火系角色的火野黎 我說 對 有些人去做無許服 我說 我不說誰 總之有個主持 因為火野黎 應該是喜歡無許服 這樣說 我沒有猜過 原來Kell哥是這樣的人 我一說就說了你 你也是 我一般般 你也是 你不要誤我 因為我剛才說 不是很多人去日本 剛才經過神社 他見到無女很開心 是看到兩個無女的背影 我當時很害怕 最後搞到你要被人強制顯翻 不是 不是 應該坐在那裡 說錯了嗎 我多害怕 現在真的想求條 怎樣算 什麼說青年去日本 非禮無女 我當時很害怕 很有趣 我自己對於無女 你還沒說完那句話 你就敲門了 誰叫我 這個時間真的可以準成這樣 這段不剪 只要直出 我對無女 我一般般 一般般 如果是 不特別喜愛 又不特別 不喜歡 而且我始終有些 但是你靜點 靜點 我始終也是有些 叫做保守 那些神聖的職業 就不能夠讓你有什麼 你離孤好 無女好 說修女好 我也是不行的 那你剛才幾樣說 現在是兩個主席 應該無女好一點 有日式的感覺 如果真的要我三選一 我反而選修女 修女 我反而選修女 竟然修女 不可能因為修女 你聯想到很多 現實形象的修女 其實整個時候 不要找些什麼 但是無女 你反而真的聯想到日式 沒有人叫你 你一定要有兩人修女 不要 你覺得 那次好像不是很好 有種感覺 無女無物 那離孤不用說 沒有人選離孤 我想我們香港比較少見到無女 所以沒有這個感覺 可能你日本是多些 大家 從日的感覺就會喜歡 就是 總是要三選一的話 我是修女的 沒有無女 南哥選離孤 那一定是三選一 三選一 我選無女 你選修女 那待會 南哥剩下離孤給你 你不屌你 你不屌你 就寧願屌男人 你還蠻像我 你還蠻像我 還有說回火夜黎 謝謝你 回到你的公開 我多浪費看 原來全都不關事 我印象中 他跟夜套一樣 都是迷 禮服無面合金 我記得 他應該不特別迷 我不肯定 因為譬如舊動畫 他的劇情會改 所以可能是這樣 但如果我看Crystal的話 其實沒有關係 我印象中好像舊版 好像不會 但如果你說 還有一個火系角色 他除了最後燒 或者是 他經常在神社裡 偵測妖怪 不是掃地嗎 是啊 發來發去 都會的 但是 除了之外 我都不覺得 就是沒有 水野阿美 或者其他人 有角色發展的回數 我沒有什麼印象 我唯一對他有印象 就是真人版 真人版 不穿景緻 那當然 還有他的角色 角色的角色 是五個之中 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黑牆直還原 比較容易 另外幾個 一月轉頭髮顏色 就比較難搞 那件事 他是最容易還原 但是我真的 記得 還有一句 有些人經常玩 美少爺戰士 經常說 馬老門 每個小時候認 說 哪有看 要看後面 一套前面 就隨便看過去 每個人都這樣說 都大哥哥 其實是喜歡看火野賴 喜歡看什麼 每個人都大哥 我記得大了 那些人經常說 火野賴多些 非正式統計 應該是火野賴多 因為我知道 麻油仔 我家產都是火野賴 但是 但是 說不定他去日本 就不靠哥 一樣的 可能都是 不知道 那就屈住 但是我自己 從小到大 都是未來子派 如果 長大了 其實我對珍琴的 感覺是好很多 我就搞笑 我小時候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沒怎麼看到美少爺戰士 新宿根本喜歡鬼妹 新宿根本喜歡鬼妹 鬼妹加毛女 是無敵的 我肯定 新宿不是特別喜歡鬼妹 說錯了 是修女 修女加鬼妹 修女加鬼妹 你有沒有什麼心水 這樣就沒有 這樣就沒有 神槍修女 他在說什麼 我沒有特別看 我動畫看過 翌日見修女的找給新宿 知道嗎 見尼姑就給藍哥 修毛女就用你自己 你自己要的毛女 你先是藍哥 你 слова 藍哥錄完音 就BANK了我們 那我們說了 人類的角色 就要服務一下友台的主持 就是說完自己主持 那就說別人 服務一下友台的主持 說不是人 是 寵物小真力 火衣杯 都是的 因為剛才說要服務友台主持 我想這也是衣杯 火是的 一衣杯就什麼春都有 不過提醒各位聽眾,女者進步了,SAO學者是OK的,她的對象開始轉為人, 開始?我不知道她會不會轉換頭,吃吃吃吃看,不要再嫁人,不要再引起那個仇恨了, 現在是她的仇恨了。當然,Pokemon裡面,火衣貝不是最Iconic的火系精靈, 最Iconic的火系精靈就是那隻不聽話的吟家產噴火龍。 噴火龍在K島的八科 他在傲嬌屬性裡面會放在噴火龍裡面 當然啦 我當時看到我笑得出聲 有什麼傲嬌屬性 我忘記是哪個朋友發現到的 他在傲嬌的項目裡面 寫在噴火龍裡面 我一看到就笑得出聲 為何後工作品也會有Pokemon一樣 但是噴火龍就是傲嬌的代表 但是要說回 當年看黃版的動畫 小火龍很可愛的 還有拿小火龍回來的那段是感人的 他被主人遺棄了 等他回來 下雨找葉遮著自己的尾巴 小火龍當時很有趣 很慘 最後他跟了小智走 小時候看起來覺得很感動 特別是因為小火龍是這樣的回來 而且你本身是全家參與社會 那副黑超很可愛的 對 但是你怎麼想到大過了 不然噴火龍會被嚇壞了 然後青尼龜還是很乖的 對 我為什麼喜歡青尼龜 因為青尼龜去黑社會 就真的很有趣 沒錯 那副超 那副黑超很可愛的 很有趣 很有趣 小火龍第一次進化完之後 已經覺得不對勁了 他做火龍的時候已經開始中二命化作 對 但一進化到噴火龍 就不聽話 我當然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明白 就是Land Ken的時候會 他大概就明白 就是角色厲害 你要寫去 未必一定100%會幫你手 就是一揮那樣 有時回來有時不回來 因為他厲害 要用這個平衡 但是小時候就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不聽話 就是小智對你也不好 就是小火龍那時候帶你回來 然後小火龍那時候又很可愛 很可愛 為什麼大大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會學壞了 中間你可以怎麼學壞 你會這樣想 我覺得很非而所思 而且他是搞到小智贏不了第一次冠軍 他就是因為不聽話被人取消之間 這一個是很深刻的 我小時候挺不喜歡的 不喜歡這個矮 而且就是因為他第一戰 沒有了資格 搞到之後也是連敗的 都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對 都很多年了 你說噴火龍那次 我當是小智還未成熟 訓練不到那個東西 但是之後那幾次 例如對神獸倫 或者是之後那些很不公平 或者去到最得人 去討伐那次 那些就不說了 最多人討伐那次 還要是輸給噴火龍 噴火龍這一族 根本就在黑著小智 這一族是從 就是error和生悲的關係 不過他倒轉就是他在黑著他 製作組跟你說 噴火龍沒威過 以後就威給你們看 誰在這裡打贏你 不過站在對面來威 就不是在你這邊來威 然後大家就說 你不是在做錯的東西 我是小智噴火龍 不是小智噴火龍 不是小智對面就是噴火龍 不是小智對面就是噴火龍 所以那天 我怎麼做的 那小智雖然之後 就贏了 已經開始了 那些是地區盃 喂 地區盃不能是盃 喂 萬年拿了最佳草地獎都慶祝了 喂 你什麼 拖壞之王 最佳造型大獎 不是獎嗎 也是獎 不過說回 我記得小智有一集 是要放走噴火龍 那一集好看的 是感動的 因為之後他回來幫拖 那一刻 你會看到的就是 為什麼他是傲嬌的屬性 就是 他之後回來幫拖 是很帥的 每次都 但是最後一定要消去的東西 小時候也有點不明白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敢說噴火龍 我不明白噴火龍你會這樣 噴火龍為什麼你要這樣對他呢 你經歷了什麼 還是其實鏡頭後面 你看到小智 每天奴役他 做了什麼 就是每天叫他放噴火龍出來 就拿甜味來BBQ 還是你不聽說 踩色你的尾巴那條火 但是過了有沒有有役的時候 每晚自己不生火取暖 叫噴火龍出來站在那裡 讓他當火堆肉 然後有燒棉花廠 有燒雞翼 有燒火沖鴨 這樣 但是也不是虐待你 你睡夠 不累 很累的 站在那裡 給你降火 不用站在那裡 你睡在那裡 你的尾巴也會燒火的 大佬 你睡著了 你的尾巴會燒火 不會 每天都說我出來 給你燒東西吃 混蛋 我們喜歡吃韓燒 還有人用噴火龍 Rat用噴火龍 你用… 你不像他用噴火龍 能夠用Rat來給的 Rat這些是人生型家來的 用他來給的 是有點不公明的 所以 對小智對噴火龍做了什麼 唉… 有些不明白 很聰明的 真的想像噴火龍 那樣對小智 有些不喜歡 現在都不明白 不要緊 然後呢 我們… 今集什麼就是 叫蝙蝠關係 所以其實有很多 我們 錄了在Flo裡面的 角色系列 今天原本想說 但因為 時間關係都不說了 那包括什麼 包括港幣系列 美幻系列 還有一些 卡通動畫 或者小說類的 那些 今天都不會提 我們等這個 topic 開Part 2 開第二次的時候 再說 還有美幻那些 甚至用觸碼粉種更加好 還有我很遺憾 SCO裡面 用火的就是 火藏那件垃圾 你那個腦 我看紅色的就斬 那些垃圾 唉… 真是很灰 那幕真是 上去看賭勝 那我們今天 所以就 美幻說一些 卡通片 或者機械人類的 就遲下 有機會 Part 2再說 那 今天說一些 叫做電門的角色 說笑的 格遊戲類的 就今天大概這麼多 我想 格遊戲 用火的 首先你聯想到 一定是KOF 那堆先 就是拳王 那堆先 因為你真是 醉男主角 草契經 就已經用火 那麼 他的縮敵 八神就用火 基本上 用火的電門角色 最快手想到 應該都是他們 而且根據 KOF的故事 他中間搞得很慘 草薏的火 會被人偷走 八神的火 會被人偷走 所以有些代數 他們是沒有火的 神經病 當然 他們沒有火之後 還是更厲害 八神沒有火之後 所以我想 火對於KOF的角色 是某些意義的存在 某程度上 對他來說 火是很強的存在 很主角那件事 不是火 他換了主角K- 雖然他是有 楚禮經的基因 所以K- 也是有火的 我想火對於KOF 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icon 而且你說草契 甚至八神 那些火系的招式 無論是必殺技 或者本身的招式 都好看 細招都很型 他好像去到 那個是03 還是什麼 總之用白頭 用青色火的那個帥哥 都是用火的 他的主角就是用火的 火也是他主角 是的 因為小時候覺得 大蛇契很型 現在也型 但我覺得那個招式 那時候很型 當然 Nan Can玩 搓了一次模式之後 覺得 沒有啊沒有啊 沒什麼型 都是他的模式 那時候覺得 草契最型的模式 但是大蛇契是 深刻印象的 如果你說草契 也是的 因為我還是喜歡八神多一點的 嗯 我兩個都喜歡的 計算一下 八神的招 絕招 不是說不關火的事 但是 他最型的招 就不關火的事 八字旅 不是 那個有爆有火的 是 最後那一刻 最後他有爆火的 最後抓住你燒 對 揮完你之後 一過一隻招 又有爆火的 火都很型 是 兩個都很型 那 當然 QF 藍的有火 女的都有火 那 女的用火的角色 大家最有名 最知道的 無數人 童年女神 都是不知火舞的 還是 是 那 但是不知火舞 就是 當年那個設定是挺有趣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 原來 他一個角色在旁邊的遊戲搬過來 都知道原來是合了三隻遊戲一起 是挺有趣的 覺得是 還有不知火舞 他有出貨 大家覺得很開心 我記得那時候 不知道上網的通訊區看 有人說什麼 小時候的人說什麼 是啊 電話打QF電 那些不知火舞 真的好什麼 或是怕搓搓搓搓搓 有人這樣說 這句話我笑 但是他那招 都是 以女性角色來講 所以他的形象很不適合這個年代的電話尺度 就是 一個女性 長得那麼Sexy 那麼漂亮 就原在人家 這個年代 就是要大猩猩才是 但是你以電話角色 用回我一般馬佬 談心事的心態 他那個人設真的很漂亮 而他的招數也很帥 他的招數也很帥 但是其實他最和火有關 應該是那招超必 是啊 因為他平時飛把線出來 是可以沒有火的 還有一招 其實他有一招 還有一招還會發火出來 是啊 即是手伸的 應該用來 人家過來 靈距離有一刻 就是在尾上彈火 那是有招的 但是這個角色 我很多人覺得最重要的是 現在這個角色 那時候 不會設定太多 什麼男女朋友關係 但是當年很有趣的 但是當年很有趣的是 賀狼那班已經會設定這些 即是會設定 阿姆是Andy的 然後 理論上 布瑪麗應該就是 跟Terry 應該就是 是啊 是啊 那我覺得現在就會少一些做這些 就是現在 大家明白這些遊戲 就是 除非寫到某些東西 但是你去到這些 就很多時候不會做太多 這人物關係 做一些 曖昧沒算 讓你保留這幻想空間 但當年就會寫到這樣 我當年很有趣的 我當年很有潛力的 還有他餓狼 始終那個時候 背後的故事 他會加回這類型的輕鬆 東西下去 因為Terry是最極 都追不到 布瑪麗的 是啊 會加回這些東西 然後Andy 經常會給 不知火母 因為不知火母其實是港女 而且她是妻館 我曾經是妻館 但不知火母 又會經常虐待她 她是老婆爐 我記得不知道 好像餓狼有哪集 爆肌 玩東西玩耳淫 玩耳淫 但其實Andy在做獎項 很無聊 但你會笑 有些這樣的東西 但我想不知火母那種 不關火事 關衣服 關衣服 我現在是拳王 好像R1 歷奇畫 Coco那一幻畫 還有一次 不知火母出場的時候 不是打那些場口 他穿的類似 衣服 普通衣服 然後有些人說 為何要穿這件衣服 然後裏面的不知火母就說 蛤 你說我平時也要穿那件衣服出街嗎 歷奇那個團王是有 惡搞眼的這個位置 笑一笑的 就是說我平時不會穿那件衣服出街的 這麼說 還有近期 有一個作品 就是一個八神音 去到異世界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我買了一本小說還沒看 我覺得設定是有趣的 又去這個中鐵盆 他穿了 我還看到圖他在彈結他 他原本是樂隊 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 其實八神的 八神草屜都是 一些縮敵裡面 大家很深刻一對 但是說完KOF 不能不講他的好對手 這個街霸系列 街霸系列 剛才我去Ken 我第一刻問 辛叔說 喂Ken算不算呢 辛叔說 要說Ken 我想到另一個角色先 Sheikh Jar 모� 我第一個想起 一定是印度人的 hills 沒有 再配合一下任大昂的樣子 不是 但如果你在玩這個是舊的街霸系列 有時候是印度人的 那些人的歌手很搞氣 但聽音樂沒有問題 他後面第一次 是在吵架的 wreak 很搞氣 他那個關很煩的 我想印度 不是 有像那個是沙家來的 不是啊 不是啊 印度那關會有像在那裡吵的 有的嗎? 有的有的 玩街霸2man warrior 那一集有的 OK 有的 安家老目擊按給你看 很吵 有關很煩的 還有因為那時候那個年代 街霸那個年代的動畫 或者遊戲裡面的畫面 他一著火是整個人燒到你覺得 馬上是一級燒傷的 是混蛋了 他的火界其實有溝通過不到一半 不算有很多 不過波差不多 還有為什麼我會想起火是想起他呢 因為如果用街霸2來講的話 李小龍也是啊 Bruce也是啊 他只要升腳也是火來的 飛龍啊 對了 飛龍啊 龍有火波啦 Ken有火星啦 但是他們知道超必跟火沒有關 阿Ken那招 也是啊 他都超必跟火沒有關 街霸5個招才踢火出去 但是 印度老招超必 Yoga Film也是火 所以我就會想起火就想起他 Yoga Fire 不是 那東西很魔性 即是他是阿力庫之後最魔性的一句 是啊 即是大家一講街霸的語音 你會想到阿力庫阿力庫阿庫 那當然有些人說Sonic Boom Sonic的頭 是阿力庫 那個人這樣說 甚至乎 又就是Yoga Fire 甚至乎他 影響到我 我到今時今日都覺得 如果這些人 又不是經常去學瑜伽的嘛 你學瑜伽 你學到不會噴火 就是你學不會 你學瑜伽 現在沒有Yoga Fire 就等於沒有 對我來說學隱術 要懂得擲飛鏢 那這個是要的 這個是要的 不是看Emma Niu Ninja 那幾個都有擲飛鏢的 在日本那裡 你不如說 學隱術不學到火影 今天拍分身 不要學 我又覺得 對我來說飛鏢就夠了 如果隱術 飛鏢就不難了 但是Yoga Fire難很多 Yoga Fire是難的 但是學Yoga 就要懂Yoga Fire 即是怎樣 你的朋友總之 學到Yoga 就是要看Yoga Fire 因為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簡直是考了瑜伽老師牌 我經常會 燒東西吃的時候 叫你幫忙 我經常會叫他 你可不可以表演噴火 因為他是一個女生 他不知道是什麼 他經常不明白這個筋是什麼 他要學 因為他是我的舊同事 然後他經常在辦公室 播放 Yoga Fire Yoga Fire Yoga Fire 就是這樣 快點 燒東西吃 喂 起火 幫忙透露 會有這個存在 沒有帶火柴 沒有帶火機 對 比起來 我想街霸對我來說 火是屬於這個角色 其他一些就有時間 想不想起 其實這個是真的 好像阿龍的火 幫忙有些火 但是 保持著用火 就少了 對 在你們說最後的遊戲之前 其實 我自己玩的Guilty Gear 的男主角 Soul Beggar 都是用火的 他那把劍 簡直是封焰劍 那套作品裡面 其中是一件神器 但是因為這個角色實在沒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他的故事 即是封面那個 對 因為他的故事背景其實挺有趣 他不完全是人類來的 他有些叫做是改造人 他老婆其實就是完全的改造人 然後他生了一個女兒 就是Guilty Gear XX的 Sorry Guilty Gear XX無印版的時候 是不是XX 對 XX那個大哥 Daisy 其實就是他們的女兒 裡面的故事很複雜 但是 如果把它動畫化 或者漫畫化 其實是 我期待 但是應該不是太好看的 因為在設定上面 Soul應該是最厲害的那個 對 其實這套東西很喜歡 射到大副想的東西很喜歡 Soul是最厲害的那個 但是他一直都不會用他的全力 你看到他的男主角 Kai 是解封了那把風雷劍的 但是他的風雷劍一直都沒有解封 就是我不解封都已經是最厲害了 我解封就會殺光了 咦 這麼熟悉的設定 千萬有把木劍的 燒餅盒 燒餅盒現在很誇張的了 你有機會再說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 Soul 哪一個造型你是喜歡的 Soul哪一個造型 我其實的話 我會喜歡他普通最基本的 他聖騎士那個我不算很喜歡 因為他聖騎士那個造型很臭 整個角色 我覺得普通那個我OK的 我還沒打過Guilty Gear 我知道就是新一集你開人買 我現在只有PSN送的那一隻 我下降了它 但是我還沒開過來玩 那一隻我也是玩過一兩次買完 因為如果開了PS5 就是按了Ramb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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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按過它 如果你玩了之後我開來玩一下 打出了新一隻才算 如果你玩就玩了一份 開人家 沒想到Slayer 整隻遊戲沒有意思 我真的不懂 但是你說你用開那隻沒有 就是Slayer 我們都說是吸血鬼來的 可能好像 遲一下 就是慢慢加一加 加一加回來 舊人 EHONDA 終於有人在街板出現 是不是 被人笑了多久 EHONDA 以後那些人畫同仁圖 整班街板 二的紙 跟著EHONDA 來笑 很可憐 那個張圖 有什麼可憐 是CAPCOM特意做了一段OP 給EHONDA 是拍了一個操堂 然後無端又在那裡揮掌 然後一拍到EHONDA 突然間定鏡 不是他 很可憐 然後又出另一個角色 很可憐 那時候 官方玩咬他 他應該就是知道 每個少嬌說沒有EHONDA 是啊 到時候 沒有想要算 給你們 給你們 EHONDA EHONDA 可以有 做了那一段 拿來笑咬那一段CAPCOM 就是你已經做得好 那個無座 混蛋 他還沒那一刻放 他不放 你問他醜筒 一落又是 街坊一開 是這個 然後 你以後會有 你要開角色 出了才算 EHONDA 講完 那最後要講的一款遊戲 MOTAL COMPACT 因為近來看完他的電影 動畫 都要講一講 要講這個人類的主角 SOL CALL LU KEN LU KEN Sorry 看開達哥 都習慣了叫做LU KEN LU KEN 本身他自認的角色 都是一些 尼小龍 或者街坊 都是 應該是一些 叫做亞洲人的 一些概念 他覺得 最大的就是 混合了下去 LU KEN 他出的招 都有一些 用火 他出類似 投機 或者是一些 project tile 都是火 當然 他在以前 最經典的 就是變成一條 火龍 然後是誓人 在電影 就變成他自己出招 就變成一條 火龍出來 去打人 我覺得是 還原得挺漂亮的 新版那個 MOTAL COMPACT 電影那一刻 火龍是很帥的 那一槍也OK 甚至 他現在的遊戲 都是有 這個 即是都是 火龍出來 對 還有 因為這個 十一故事的關係 就是 LU KEN 最後是變成了 神 你當是一個 火神 類似是 他是把 RAIDEN 跟他一起 遊合 一起變成一個神 RAIDEN 遊合了進去 因為為了救他 那當然啦 你對人 哈哈哈哈 不是 他這段時間才確定 我知道 但是我媽媽 上次你看完片 看著 RAIDEN 不小心 重手殺了 Ru KEN 而焚中那句 我要錯手 對陰主角 雷電達人 你也是可以的 那句真的很好笑 焚中那句 十一呢 他就解釋 為什麼 RAIDEN 會這樣 有一個神 影響到 他們兩個 會這樣 但是錯手 對陰主角 都是他的錯 那這條 事限是沒有 他說 之前的 對陰主角 對啦 對啦 但是Luke KEN 變成火神之後 是很酷的 而且他出的招 都OK的 對啦 而Mole Compact 另一個 就是用火 大家記得的角色 就是 救飛啊 Scopian 因為他是一個 地獄之火裡面 出生的角色 所以他是懂 脫下頭套 然後變成 噴火 在電影版 眼神那一套 都是用這招 打贏 Vatality Sub Zero 然後 回看動畫版 也有做過一幕 一邊做他 不過他就不是 燒呀 Sub Zero 拳霸 那一刻都很酷 營呀 營呀 所以你說用火的電玩角色 格遊戲類的 我都想起這幾個 最主要 那當然 動漫電玩劇集 角色更多 我們就不能夠在今集 講完所有用火的角色 都是留待 有機會 有這個Part 2 到時再加一些 廣漫和美漫的角色 再再講一次 還有我們為何會今天講這個題目呢 原本是我們想講不同屬性的遊戲 或者動漫角色 火系是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一個屬性 主角經常都會用火 是的 其他的屬性 其實是很酷的 冰那些覺得是 叫做 藍二了 有用的角色為主 支援系 所以我們下次都會看看不同屬性 或者再開集會講火系 嗯 那今集動漫節帶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記住就要去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加上我的Facebook群組 YPR綜合吹水區 Like我的Facebook page 那另外 喜歡我們的節目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住都要上去YouTube 就加上成為我們的YouTube會員 成為了我們的YouTube會員 每個星期都有獨家的內容 給你收聽收看的 大概就這麼多 詳情按回簡介位置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差不多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